你好 我就是上次跟你聊过罗翔那件事的 然后这次就是想 就是能聊一下那个罗利岛那个事吗 你聊你看你想聊什么 你说 首先我叠个假 我不是那个所谓的什么职人 就是我发表一下我的那个观点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 当初那个霍金之所以在名单上 是因为他是那个 是因为那个那个法院 法院那个法官可能是 那个美国共和党的一个工具人 然后呢 然后呢 他把霍金拉入那个名单上 是因为是因为要打击那个美国民主党和拜登 就是因为快大选了嘛 就是就是就是这里面是克林顿和霍金的名气 是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所以把他把他们两个拉入名单中 然后然后呢就是就是目的不是危害就是目的就是危害最大化 然后呢证据我觉得他这里面证据就是就是他就是共和共和党人的占比是非常小的 我觉得 就是你的证据是共和党人占比是比较小的 这是你的证据 然后我来我来排一下你的这个逻辑啊 就是你认为就是在证据仅仅只是共和党人占比比较小的这么一个前提基础之下 然后你认为把霍金啊拉进来的原因就是霍金其实压根就没有去罗里倒 但是呢硬把他给霍金给拉进来相当于是诬蔑他嘛 硬要诬蔑霍金的这样一个原因啊 是因为霍金这边是民主党人 然后这边通过把霍金拉进来 我说一边是民主党人是是被民主党捧捧上去 这个意思 被民主党捧上去呢 得说相当于这样如果把霍金给拉进来 明明人家霍金没有去 当然你这个法官硬逼着眼睛把这边也把霍金给拉上来 然后这边目的反正目的最终是为了打击民主党嘛 是这意思是吗 是 那干脆把拜登拉进来不就行了吗 拜登那时候名气没有那么大 拜登名气没有这么大 当时是2006年那个名单 你为什么要管当时谁名气大呀 现在罗里倒 那个法官把霍金强的钱拉进来 这个操作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呀 是2006年发生的吗 嗯 不是你别嗯嘛 我在问你的呀 那个法官用你的话说 那个法官强行把霍金拉进来 霍金人家其实压根没去 罗里倒 这个法官为了政治目的强行把他给拉进来 这个操作是什么时候在操作的 就是今年1月份操作的 那跟霍金在06年的时候有没有名气有什么关系啊 他今年操作的这个事儿目的是为了打击民主党 为了打击民主党他这边想拉谁就拉谁 那他妈直接拉拜登不就行了吗 因为拜登 因为拜登 因为他什么呢 他那个 别别的人 他说那个 做那个 就是就关于那个伏击 因为霍金什么 他是有一个关于 就是爱博斯坦帮帮忙给他做伪证 而帮 而拜登 而拜登很可能没有 所以说把把他拉进来了 什么 你在说什么 就是爱博斯坦帮 就是爱博斯坦找受害者帮霍金做伪证那个事情 爱博斯坦找受害者帮霍金做伪证 然后帮霍金做伪证 你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就是具体是什么一个事儿 做什么伪证 在什么案件里面做伪证 在罗 在在在 在参与未成年人银啪的那个案件中做一个伪证 找受害者做伪证 爱博斯坦找受害者做伪证 对 做什么样的伪证呢 你能说清楚一点吗 做什么样的伪证 就是霍金去去 就是霍金参加参加未成年银啪那个伪证 就未成年派对 那这个所谓的爱博斯坦找的这个证人到底是诬陷霍金 就是霍金其实没有去找爱博斯坦找了一个证人非要说霍金去了 还是说霍金去了爱博斯坦找了一个证人说霍金没有去 是哪一种 是爱博斯坦找一个证人说霍金没有去 然后实际上霍金去了 那他妈的不都说你都说了霍金去了吗 那霍金到底去没去啊 你认为霍金到底去没去啊 霍金去了但没干 他也不知情这件事情 是这个意思 你是怎么知道他没干的呢 你在旁边看着呢 因为他什么呢 他当时他当时一共一共出一共就就就就法庭文件上显示他一共就登岛两次 然后呢他他2006年3月份那次是跟是跟那个是跟其他一起包括在那个其他的那些 喂 不设的罪犯 他当时的形象是是2006年的时候形象是一个好人 然后呢他他们是不知情登上岛的 是这个意思 不是对啊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知情登上岛的呀 因为当时的爱博斯坦的形象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设的罪犯 哈哈哈 那爱博斯坦的形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一个十恶不设的罪犯的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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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害者出来指控他的时候 那受害者大概是什么时候指控他的呢 啊 大概是 大概是第一次爆出 应该是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2016年那个时候 哦 是不是2016年我不管啊 因为这边我也没有去核实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在2016年有人指控爱博斯坦对吧 到底是什么情况之前 爱博斯坦他没有不是一个十恶不设的形象 那也就是说 但凡在2016年上了爱博斯坦的那个岛的 都他妈全是好人 都不是都都不是坏人 都没有去干那事 也就是说啊 这个这位兄弟的逻辑什么呢 爱博斯坦搞了一个罗利岛 这个罗利岛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在有人揭发啊 这个爱博斯坦搞这个岛 是这样之前啊 上岛的都是好人 揭发了之后上岛的都他妈是坏人 知道吗爱博斯坦那个岛叫薛丁哥吗 是薛丁哥的小岛吗 在他妈揭开盖子之前啊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都是不确定的是吧 哦不对确定了 就是在有人指控爱博斯坦干这事之前 爱博斯坦就没干这事 在有人指控爱博斯坦之后 爱博斯坦就开始干这事了 是这意思 那他们如果2016年之前上岛的都不是的 那2016年之前 为什么会出现2016年有人指控爱博斯坦啊 这他们是什么逻辑啊大哥 当时当时没曝光出来 然后后来曝光出来 没曝光出来 就代表他这上岛的人就就不是为了那事去的 爱博斯坦这事没曝光出来之前 上岛的都是好人 都不是去干那事的 那他妈曝光出来之前上岛的都是好人 都不是冲着干那事去的 那他妈为什么他又会被曝光呢 他曝光的时候曝光的是什么呢 用你这个逻辑 曝光之前上岛的都是好人 都没干那事 那一直到既然大家都没干那事 上岛的都没干那事 那他曝光出来的是什么呢 他那个什么 他那个不一定都是干那事的 他上面是有是有那个合法服务的 也有不合法服务的 你上去过 你就是其他有20多位学术大拿 包括很多那个那个诺贝尔奖得奖者 就是很多的很多各个领域的学术大拿 都都不能不能证明他们就一定干了这事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上面有合法服务的 但是有但是很但是有一些人是参与不法 是参与不合法的服务 然后有些人是参与的合法服务 你告诉我 那个上面有什么合法服务 比如说什么样的合法服务 比如说不知情上岛只吃了个饭 然后呢 然后呢他 然后呢那些那些学术大拿去去 然后呢之后之后计划就是下那个潜水艇 然后出海游玩之类的 那为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饭都能吃 为什么他们要去这个岛上面去吃呢 因为这个岛的话是埃波斯坦的私人岛屿啊 为什么他们要去埃波斯坦的私人岛屿上面去吃个饭 一 埃波斯坦为什么要邀请他们去 埃波斯坦为什么要邀请他们去 第二 为什么埃波斯坦邀请他们了 他们也欣然赴约 这里面他们两个是这个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这边埃波斯坦就想要 就是在一个埃波斯坦特意邀请他们去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小岛上面 去吃一顿正常的饭 这个埃波斯坦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要邀请他们 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们这边 为什么要接受埃波斯坦的邀请 去一个专门的私人小岛上面去吃饭 这边既然你那么了解内情 你愿意跟我们讲一下吗 他当时是一个开的一个学术会议 就是关于物理物理界的学术会议 当时呢就是就是就是 你确定是物理会议不是生物会议吗 当时他那个名义上确实是物理的会议 啊 他但是呢那个物理的会议是在罗里岛旁边的一座小岛上开的 啊 等于说这压根就没去过罗里岛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吃饭去吃吃了一个饭 是在是是邀请到罗里岛上吃饭的 啊 对啊那为什么 哎如果埃波斯坦压根就没指望带货金干嘛 为什么要带货金 这哪边不能吃饭 埃波斯坦就那个罗里岛虽然是埃波斯坦的 他不代表埃波斯坦只有一个罗里岛呀 他把人家不是所有的资产就一个罗里岛 除了罗里岛没地方去了 为什么要特意对吧 一个埃波斯坦是一个违法犯罪人员对不对 严重违法犯罪人员 干这种事的人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不希望自己的事被人知道吗 如果说你是一个组织卖淫的人对吧 你这边有违法犯罪的 你希望你请人吃饭 会把人请到你的组织卖淫的窝点去吃饭吗 你知道吧 美国没饭店了 除了那个罗里岛以外 美国本地没饭店了呀 他想请霍金吃个饭 为什么不能再把美国本地的饭店吃呢 为什么一定要请霍金到一个明显有着违法犯罪 组织卖淫罪 我就说最低也是组织卖淫罪 就这么一个地方一定要请他这边去吃饭的 目的是什么呢 当初可能可能是什么 就是就是你你一开始不了解他是个什么人 然后呢 我在问你埃波斯坦为什么 我现在没说霍金了不了解埃波斯坦是什么人 我说你站在埃波斯坦的角度 他为什么非要邀请霍金去罗里岛上吃饭 因为就因为就是就是把他们骗进来那一个投名状 哦 我懂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埃波斯坦这边是想让霍金去干那事的 但是呢 又不能跟霍金明说 怕说了霍金这种对吧 正义凛然的这边伟大的科学家就不会去了 所以埃波斯坦先想办法把霍金骗过来 然后骗完了以后呢 然后霍金这边啊看这边居然是这么邪恶的一个地方 不行我宁死不从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你在旁边啊 因为我宁死不从啊 我这边坚决不去 然后霍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啊 反正这边就可能突然这边出现了人体工学奇迹吧 对吧 就你自己可能摇着轮椅 然后就立马就跑路了 然后这边事也没干 然后完了以后呢 第二次也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你也说了嘛 霍金上去两次嘛 就是第一次都已经发现这个情况了 然后第二次埃波斯坦又把他给骗过去了 然后他这边又单纯的 我们单纯的霍金伟大的科学学家啊 既单纯又伟大的霍金 一脸上岛了 上完岛以后发现 哎你怎么还是让我干这事啊 不行我宁死不从 我这边自己摇着轮椅 再跑回去 是这样是吧 不是不是 那是什么样了 他那个他那个我怀疑啊 他那个所谓的两次是是是首先是第一次是开那个学术会议登到登罗历岛旁边的一个岛的一次 然后呢上罗历岛吃个饭 然后又是一次 所以合计两次是这个意思 你别笑啊 我笑可以理解为啊 你自己别笑啊 你自己都绷不住了 你怎么跟人家去讲啊 就是当当时当时假如一开始爱波斯坦他那个他十恶不赦的罪犯的那个形象没有被曝光出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些就是科学家把他们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好人的话 他邀请这些科学家吃饭 如果换做换做是你自己 然后你你应该是不会拒绝的 拒绝的吧 这样子 哈哈哈 不是 为什么我不会拒绝呢 为什么爱波斯坦 我知道爱波斯坦是谁啊 你知道爱波斯坦是什么人吗 为什么爱波斯坦请霍金吃饭霍金就不会拒绝 你能说说看吗 为什么 什么理由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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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个跑了大老眼去去去去去 一坐小岛上开个学术会议然后呢然后呢之后呢开完学术忙完会之后就就是去旁边岛上去去吃个饭然后呢下下海去做一个潜水艇玩玩就行了 哈哈哈 好吧好吧聊差不多了聊差不多了 就是大哥你坚持你的看法吧 坚持你的看法 这这个是手头楼吗 我好奇问一下这位兄弟也是手头楼吧 如果这位兄弟也是手头楼的话 这个就是真的就有点让我没话讲了 到底是不是反穿我感觉这一段切片如果放出去我都怀疑他妈人家看到的人会以为我找了个演员来反穿的我跟你讲都已经到这种级别了 真的我都怀疑他妈人家会说我这边找了个演员来反穿了 有点过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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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